东华走人繁同内殿,厚密结实的淡紫色节节笼罩着整个内殿,凤酒在节节内安然地睡着。 他捏手捏脚地走近,能让这天地间第一人如此小心翼翼地也就唯有踏上这个娇憨妩媚,清零动人,额间似有一簇小小火焰的红衣少女了。 他此时静静地安睡着,似乎做了什么好梦,唇角物质挂着一抹甜美的微笑,悄悄地放出一缕神石,去感受他体内那个微小却磅礴的存在。 凤酒似有所感,轻轻动了起来,他嘴里似乎在呢喃,东华悄悄凑近,帝君,好吃吗?说吧还砸了砸嘴,就像那日吃了湿红果那般。 东华不禁失笑,珍珍还是个孩子,时刻挂着吃。 过了会儿,凤酒朦朦胧胧胧地睁开眼睛,就见帝君躺在近旁,一手之仪,静静地看着他。 他灯食大炯,回首抹向唇角,记得刚才梦中尚在吃食,梦到什么?这么开心,好吃的,说完凤酒觉得不对,旋即改口不适,那个,梦到你。 哦,我有那么好吃。 嗯,不,凤酒忙忙答道,才发觉自己又被帝君套路。 说到好吃的,这悬浦山没甚稀奇,不过这山下青安湖有一种硬铃鱼,考来吃倒是马马虎虎差强人意。 帝君,你要带我出去玩,凤酒高兴得无可无不可。 这有何难的? 帝君与凤酒并肩而行,随意看着街旁景色。 行人如梭,店铺如林。 虽然门面那年头长远,被风雨吹打旧了的木板招牌,但趁着来往路人的衣冠,自然也有一番特色,更适合牛车罗马,花不依纯木拆,和谐相衬。 加了腰和宣杂,暖熏热气,让人安心。 抬头看看暖阳白云占蓝天。 普通的街市,其实也有风景,人物,故事,有佳肴,美酒,名胜。 近晚时顾了条船,入了夜里当在千安湖上,这片水域平缓,没什么险处,而且产一种肥美的硬铃鱼,帝君陷钓上来,凤酒就着瑜伽的小风炉献烤了。 虽然只有盐,但活着带来的雨后莲香酒,还有它们自带上船来的一些吃食,滋味好的很。 近晚是丰满的半弦月,深邃的天幕,闪烁不定的星,远处天边有微微起伏的山势,烧尽些清安城灯火阑珊的防影,湖上瑜伽成片的晒网博舟,以及雪白漂浮的尾荡,随流青瑶的浮萍,这些,硬在清清的月色下,合着下两岸小虫各色不同的鸣叫,水波轻拍小船的微响, 凑成的,竟是一份别样的宁静安密。帝君不是多言的人,借着九姓洋洋洒洒,吟诗作词,或者高歌一曲的雅士,他做来也是极致熟利的。 可偏偏此时,填饱了肚子,又洗漱了,将船头鱼灯的心挑了挑,两个安安静静靠在一起躺了,像一对寻常百姓家的夫妻,慕天席舟,却也是说不出的快活。 岸边草间,流银飞舞,空气里弥漫了淡淡的,扁来驱闻的艾草味。 入木是一直不曾改变的夜空,却又和天庭所见的,有天上地下之别,一切都是那么的静美安好。 东华和上眼,打了个哈欠,往凤九那挪了挪。 夜里水上凉爽,又有江峰,温香软玉抱满怀。 他稍冻冻,在凤九唇角落了个吻,侧过身来,呼吸渐渐绵长了。 竟然是三生时候,从未有过的一夜好眠。 尽早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凤九惊醒了,他似乎梦到什么,连连喘息着。 焦急地大睁着双眼,帝君一把拦过,将他的左手置于胸口。 九儿我知道你刚才急什么,你心里转悠的,无非是天地间人那么多。 算来很多人都能和你一样待我,有比你美貌的,厉害的,优越的,诸如此类。 现在你记好了,我只说一次,只有你可以和我一起慢慢老去,一起到地老天荒。 那一日你将发丝缠绕结了死扣的了。 你说过,结发为夫妻恩爱不相倚。 要是你不怕扯得我血肉崩离,焚骨碎身的话,那就尽管试试。 还有我答应你回来,就一定会回来,可记好了。 凤九哪里还说得出什么,只能死死孤紧了他,拼命点头。 说,你答应我东华含有的极言利色。 我答应凤九握住他的手一起置于胸前。 郑重地说。 东华叹了口气,手指慢慢一上去,整个手掌暖暖,附住他的脸颊。 日出的时间其实不长,日出最灿烂的时分,极短暂。 但当那极夺目的绚烂色彩,将蓝天,白云,青山,带瓦,五彩的小花,灰白的鱼网,脆色的尾丛,暗绿的江水。 总之,将天地间一切的一切造成了金光灿烂的明亮,依着光影子的投射,带来令人心潮澎湃的,铺天盖地的悸动。 凤九知道他在,一直在,一直一直在。 静静等候,稳稳相守,仇之已久。 不惊不相扰,不躲不张扬,会一直一直在。 那么理所当然,两个人之间是他先起的意,但却是他天崩地裂,他爱意汹涌,他剖心禁骨,他久死不悔。 虽说也曲折离奇,波澜迭起过,但他所要记得只是他在,一直在,他要做的只是与他一起。 哪怕倒不清楚说不明白,他知道了意思就好了。 别的,都不用担心。 因为,他在,他一直在。 纵直尺之间,燃天涯路远,他理所当然的,在。 大战前夕,他将心头血尽情释出,化作一道道往生皱纹,写满陨天剑。 三月初三,时辰已至,万星,璀璨地星独暗,玄浦山山顶,天庭谨剩的一十九位上神环四,为等待他们心目中那位傲立于六界之巅,一统四海路河,安抚八荒众生的英雄。 片刻后,帝君帝后驾临,众神并未如寻常一般衣手为礼,而是倒身下跪,直了大礼。 帝君并为着惯常的宝兰战甲,也飞子衣长袍,而是一身减速白衣,更衬得腰间一抹红艳力非常,接连伤病让他轻简许多,静瘦的白衣居然有几分飘摇,却更显得他神姿偏然。 那是一种姿态,历经万万年使得,自兵姬玉骨,仙姿易茂,渗入骨髓,碾落成泥骨一箱。 那是一个传说,千锤百炼方使出,跨远古洪荒,沧海桑田,陆河之巅,守护着四海八荒。 他携着一身红伤,清零妩媚的年轻地后,时时然缓步走来,仿佛他们只是去品一壶清明,观一段戏文,掉一浆秋水。 凤九却依反常态,并没有川帝君最喜欢的菊粉纱裙,也不是大红绸衣。 他正是按帝后品级大妆,身子红衣衣,尚有翠笛图案,衣领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,袖口,一边用红色的螺维原饰。 腰服大戴,戴与衣色相同,必吸随长的颜色,尚会笛图图案,青袜,细加金饰,白玉双配。 头上衣饰盛装,凌云凤继配以华美的九龙四凤冠,插十二只不同节气,鸭鬓繁花。 他与凤九走至山顶正中,轻轻拍得下他的肩,去吧,凤九深深一礼后,转头就走,他一直凝望着他,直至他走入白家的上神集团。 随后他回望一眼莫冤和折眼,没有丝毫停顿,一手请起了竹日公搭上了允天剑。 似乎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,唯有他知五内如焚,四火烧四刀割四油煎。 六脉净毁,赤金血凝围,粒粒冰渣,刺破经络血管。 细小缓慢地渗出他的身体。 血水顺着他的嘴角,一刨,袖口滴滴答答的阴湿脚下,他看见凤九的眼里凝结了一层水气,眼角眉梢尽是心疼,却死死咬着唇。 别哭呀,我最爱的人,我腻阴阳,只为摆正你的面庞。 我碗乾坤,只为留住你的身影。 铿锵声炸起,陨天见出,直奔地心。 他依然直指战力,只是白衣已成均匀的赤金色,唯有腰间那一抹红妖娆艳丽。 轩辕剑伏西琴,上古神兵同时抛出,强大而厚密的结界煞石笼罩了他,只剩下模模糊糊的一片身影。 众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,又开始焦急等待,涉落地心,灭天大罪。 天法请客极致,是天雷是地火,还是其他,无人知晓,时间仿佛静止,安静的可怕。 突然,有人喊,快看地心,紫薇地心,万星之首。 自三十六万年前,东皇太义羽化净灭后一直灰暗不明,今日突然亮起一线。 与此同时,结界内突然光芒大盛,赤红与银白两股仙泽凝成一线,突破厚厚的结界,循着陨天见的诡计,直奔地心。 怎会这样,众人大惊失色,怎会这样,凤九哭喊着扑向结界,被夜华死死擒住。 不可能,上古神兵结界坚不可摧,即使天外天夺舍魂魄,东华不愿也无计可施,风雅的折颜上神,不顾形象的立声大叫。 突然有人说,三十六万年前,帝星陨落,三十六万年前帝君灵世。 东华帝君脱胎于碧海苍林的灵时,东华帝君非神非魔,东华帝君无父无母,东华帝君连父神也不知他的来历。 我们难道都错了,不是帝星转世,不是魂兽,是上皇本尊。 阴阳骄,心血隐,子弟归,创世时的古老咒语。 帝君开着阳竹日宫,设置阴允天剑,剑身上满是他心头血血旧的往生咒。 他是东华,我的东华,他说他会回来,他一定会回来,他不是什么上皇,不是什么太医。 他是帝君,你们的帝君,他披甲上阵,他呕心立血,他护佑着四海八荒,这万里江山如画是他用赤金一笔笔描出的。 你们不能奉酒杯切的,混乱的,与无伦次的大喊着。 此时的帝星已愈来愈亮,节节内东华的身影已经快淡至不见。 哲言莫冤,最先醒悟过来。 我用琴弦捆住元神,你砍断他,这样我们至少能保住他一部分元神。 哲言道。 好。 哲言迅速幻化出伏西琴,一把扯断琴弦,赋予那条银红交织的灵光。 上古神兵被毁的威压,煞石令整个玄浦山剧烈地晃动起来,哲言苍白着连倒退几步,一口鲜血笔直飙出。 枪,轩辕见出。 与此同时,天外传来一声巨响,陨天剑射入了帝星,整个天地都晃动起来,玄浦山突然整个裂开,结界迅速掉落其中。 帝星瞬间璀璨,照亮整个天空,但很快就重新暗淡,漫天冰雨不期而至。 东华逐渐聚拢神时,凝神戏关,他知道自己只是元神,可是为何不到片刻竟然凝出了仙体? 这是一片极扩大的宫殿群,殿前广场上,上好的墨浴扑造的地面闪耀着温润的光芒,远方似有鸟鸟雾气笼罩着不真切的宫殿。 檀香木雕刻而成的飞檐上,凤凰斩翅欲飞,一条笔直的路的尽头,一个巨大的广场,随着玉石台阶缓缓下沉。 中央的祭台上,一根笔直的柱子,雕刻着栩栩如生凤飞九天,与那宫殿上的凤凰遥遥相对。 远远望去,那一座座深红的宫殿,像嵌在云雾缭绕中一样,微微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,恰似一座金色的岛屿。 正红筑器大门顶端,悬着黑色金丝楠木匾额,上面龙飞凤舞的,提着三个大字紫微店。 店前广场上站立一人,悬衣缅浮,雪夫莫同,高鼻薄唇,轻力凛然,眉目高傲。 双手交握衣于广秀之中,身边隐隐戳戳,似乎有不少人隐于雾气之中。 吸合一个陌生的名字,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,令东华震惊不已。 同样震惊的是对面的那个女人,一瞬间她收起了所有的冷傲凌厉,她颤抖着伸出了抑郁袖中的左手,那只是一副长纸的枯骨,掌心一眉紫色金石,意义闪光。 归来西,太一,话音未落,那隐于雾中的众仙乍现,一起跪倒贺,上皇归来。 贺,娘娘得偿宿愿,升阵天语。 东华先是一惊,瞬间清明,这里是紫薇殿,那个女人就是旺叔女帝,她的元神居然寻着隐天见上了天爱天。 而且明显她快了一步,见并未到达。 她袍袖乍起,抖手一挥,大喊一声苍合。 苍合见出,见气冲天。 不料对面的旺叔女帝笑了,那样的苍凉而无奈太一,看来你都忘记了。 说着她慢慢合拢哭掌,一柄血红色的长枪出现在她手中她不叫苍合。 长天,秋水长天,太古时最出名的一对神兵,曾斩杀妖魔无数,是我们的兵刃。 东华怂然而今,在太古记,天地初分,混沌未明,有无数大妖巨魔存世。 而当时的东皇太医,福西女娲,与那时还叫轩缘雷祖的父神母神,同为创世史神。 而那秋水长天,就是当时著名的太医西河夫妇的布什神兵。 而横行太古赫赫有名的九英,修蛇,风希,肥夷,这些已经掩埋于浩浩历史中的妖魔,皆隐于这对神兵。 随着这些太古神底先后语化陨落,这些已成为传说,鲜有人知。 东华举荐欲出,不料手中跟了他万万年的苍合,却乌乌悲鸣不已,似乎不愿寸进。 旺叔声调极弹,却满面泪痕他们本就是一对,是绝不会相残的。 这世上无人知晓,那苍合不是你炼制的,它本就是化身于你体内的,我想应该是在你三万岁时才可完全控制。 太医,当年你语化硬结,紫星坠墮,世人接到子弟溪流,我拼命破开他们的结界,结果只抓住了这个。 他抬手将那枚紫色金石送至东华面前。 我走了太多弯路,我一直以为你是魂兽,或者是入了轮回,我总想着要你的至纯血脉,然后重启轮回台,召唤你回来,或者夺射魂魄,为你重塑今生,从未想到你就是本尊。 你只是忘了,这个应该是你那记忆。 住口,我不是什么太医,不是什么上皇,我是东华,东华帝君。 他在举仓盒,不料那柄血红长枪一开始发出同样的悲鸣,东华手中的仓盒开始震动不已。 他望了一眼仓盒,从他化身就一直跟随于他,犹如身体的一部分,他果断弃剑,转身就走。 东华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,一旦对方醒悟,他万难脱身,是以他舍弃了腾云驾雾,追风竹垫,而是直接撕裂原神,碎魂已竹,这是世间最痛苦,但也是最快的方式。 即使他们派人拦截,也不会拦住每一片原神,他答应过一定要回去的。 旺叔先是被他的决绝所震惊,瞬间他醒悟过来快,截阵拦住上皇。 后密的北斗七星阵瞬间而成,天地间的门派几乎都有北斗七星阵法,天庭以昆仑虚的为罪,均有本门派的七人为阵。 这是防御阵法的始祖,但由真正的天书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拳、玉衡、开阳、遥光北斗七星秀组成的阵法,天地间仅存于紫微殿。 这已是天地间最强大的防御阵法。 原神碎片一下被阻于阵中。 旺叔看着逐渐聚拢的原神,露出了灿烂笑颜太一,回来吧。 不料逐渐出现在阵中的,竟然是一块巨大的紫色晶石,光彩夺目,一一生灰。 东华竟然在撕裂原神的巨大痛楚中,冒死封闭了五感,化成了原神。 与此同时,被他弃之余地的仓河,突然一跃而起,融入了紫石。 旺叔颓然倒的你就那么不愿留下来,那么不愿和我在一起。 这时,北斗之手太和走近娘娘,上皇他只是原神在此,刚才也只是化形而已。 那仙神恐怕此时还在天庭。 好,好,好,旺叔怒及返孝,我得原神,他得先身,我们谁都别想两全,我都等了三十六万年了,就耗着吧,看谁耗得过谁。 来人,把上皇抬入祭祀大殿,供上旺叔女帝斩钉截铁。 接着他吩咐道,更一,去免服,换第一。 小玉天帝,本君今日起去帝号,改帝后称号。 话音未落,一声羌然巨响,允天见智,整个紫薇殿被厚重的冰层包裹覆盖住了。 众人纷纷记起神力,对抗严寒。 但冰层极厚,众神力所不逮,并不能使冰层崩裂脱落,极有外层少部分融化掉入九天。 百万兵马被滞留于天庭,亦是不知所踪。 上古史记,夜华军明德三十年三月初三,东华帝君逆阴阳,晚乾坤,于玄浦山,开逐日公舍允天见于紫薇地星,就天下于水火,消失于玄浦山,漫天兵雨不止。 世人皆道,帝君羽化应节,故四海痛哭,八荒同碑。 无数兵羽向苍茫大地砸去,拖着长长的尾巴,在空中划出千万条银白色光芒。 万籁无声,只有一个巨大的银红色结界,破开云层,不断往下坠落。 结界的正中心银发神尊,一身白衣,已呈现均匀的赤金色,唯有腰间那一抹红艳丽依然。 银发尊神面容安宁平静,望向凤九的眼眸深处满是温柔,嘴边是柔和的浅笑。 左手抬起,轻轻捂着自己的心口,看着她,说了些什么。 别哭,别哭呀,我最爱的人。 一身红衣的凤九猛地睁开叶华的桎骨,朝她飞去,保持着与结界下落,速度相同。 她突然地看着那个男人蠕动的双唇,一遍一遍的确认,拼凑着那些话语。 熟悉的动作,让凤九末地想起了那日在小船中的对话。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,只有你可以和我一起慢慢老去,一起到地老天荒。 那一日你将发丝缠绕结了死扣的了,还有我答应你回来,就一定会回来,可记好了。 凤九看着结界中的她,心中前所未有的慌乱不已,她要去哪儿? 她要离开她吗? 她不要她了? 不,东华,我反悔了,你回来,我害怕。 她在结界外拼命地哭喊,但不能让任何声音传递进结界。 只能看见她对自己笑着,没眼处的柔情让她眷恋不舍。 她笑着,伸出手,似乎想替她擦去那满面泪痕。 她撕心裂肺地喊着她的名字,无能为力地看着结界坠入裂开的悬浦山深处, 那扇又猛地合拢起来,将她们彻底隔离开来。 东华! 凤九惊叫着从床上弹起,出了一身的汗。 她大口地喘着气,清澈地双眸,抬眼看向四方熟悉的环境, 玄浦山,樊桐殿。 渐渐安定下来,是梦。 永恒的不变的主题,此时已是东华逐日允天后的第三年, 她们的孩子已经快要到来。 地后,你醒了? 仙鹅听到动静推门而入,看见满头大汗的凤九, 连忙取过金派来替她擦拭,你又做噩梦了。 凤九没有说话,只静静地吐息,尽快让自己平静下来。 同时,双手不停地安抚着腹中的胎儿。 本来奴婢也打算叫醒地后的, 您今日午觉睡得久了些, 墨渊上神和折炎上神已经在前殿里厚了小半个时辰了。 更衣吧, 宫娥娴熟无比地为她挽上了凌云发际, 为她换上了宽松的嫡衣。 除了在九州的拜伙之礼, 她们并没有没有来得及办婚礼。 玄浦山之巅以后, 她就以一个妇人的面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。 她以她妇人的身份活在这个世上, 所以从此以后, 她的头发再也没有当众放下来过。 这是为她而晚的法, 来日也当为她归来而放下。 她是所有人中最先开始恢复的。 在得知自己怀有身孕之后, 她几乎在一夕之间, 她迅速成熟起来, 她并没有呼天枪地, 也没有暗自悲伤。 她拒绝了天君夜华让她回九重天太成功养胎的建议, 也没有按众人的想法交出那枚帝君亲自为她佩戴的, 上面眷刻着东军二字的印章。 她固守玄浦山, 这里有她的东华, 她的夫君, 她全部得爱。 她说过她会回来, 就一定会回来, 那她就在这里等。 当她第一次将卷着东军的印章印象那一排排赤金色的, 响彻上古时代的名字, 召唤七十二将时, 她其实是非常忐忑和担忧的, 一直以来, 东华都会为她安排好一切。 她在, 她一直在, 不经不扰。 她所要记得, 只是她在, 一直在, 她要做的, 只是与她一起。 哪怕倒不清楚说不明白, 她知道了意思就好了。 可是, 她现在不在了, 帝陵与妖妖从九州赶来, 不日, 昭王与雾陵也先后赶到, 他们默默地站在了凤九的身边, 他们与那七十二将一起翻遍了整座玄浦山, 并没有发现东华的任何踪迹。 天庭兵马, 九州静旅, 冰雪王国的人马先后离开了, 九黎女主和妖族使军留下继续看顾凤九, 以及尚未出生的第四。 悉壤喧嚣嚣的玄浦山又恢复了平静。 墨韵和哲言望住一身身子红嫡衣, 梳着严谨凤妓, 威仪而来的凤九。 她大富翩翩, 美貌依旧, 但与往昔那个一身红衣清零妩媚的小姑娘, 已经大相径庭。 她已经从一个甜美单纯的小姑娘, 变成了如今的孤寂彪青的少妇。 这已经是凤九怀有身孕的第三年, 无人知晓第四会在何时诞生, 因为东华是这天地间唯一的使领。 众人只能按照青秋白家的孕育时间来推算, 此时她已尽临盆。 凤九拒绝了天军要接她回九重天太成功生产的请求, 也没有同意何来看望她的白衣上神一起回青秋代产, 她要在这里, 在她失去东华的地方迎接他们孩子的到来。 这三年, 她不断成长蜕变, 她安抚帝君旧部七十二将, 将他们逐一派往三重天, 用以震慑与天族对峙的天外天兵马, 她巡查了帝君大部分的行宫御愿, 整次安排各项事务, 她像一位真正的帝后那样履行职责, 将一切尽可能地安排得尽善尽美, 静待夫君的归来。 莫冤上神, 折颜上神奉九汉首为礼, 帝后二人还礼。 逐日允天之时, 折颜因为损毁上古神器福西秦, 受伤甚重, 也是僵养了许久才恢复, 起初她担心凤九会因为东华而伤心欲绝影响孩子, 但她发现凤九按时服用各种安胎补药, 甚至会如常进食, 就逐渐放下心来, 回十里桃林修养。 那白针依反常态, 对她的精心照料, 让她常有因祸得福质感, 此时业已恢复正常。 小九, 按清秋白家的惯例, 你此时已尽产妻, 可有不是? 作为医者折颜率先开言道, 并无大碍。 另外, 东华她是这世间唯一的食灵, 无人知晓孩子会是什么情况, 所以近期我会一直留在玄浦山。 还有, 帝君她开逐日公社允天剑至地星, 是灭天大罪, 必有天罚, 当时未知, 我们担心孩子出生会不会, 所以天君天后, 白家其他人等伺候也会赶来, 以防万一, 莫冤道。 小九, 你要知道, 如果是天罚, 是不可替代, 我们会支起结界, 希望能替你挡上一挡折颜岸然道。 嗯, 我替东华谢谢各位了。